2020年 新加坡圣经公会 欢庆成立183周年 我们的使命 始终是让普世万民 都知晓上帝的话语 让圣经 可用 可及 可信 今年是充满挑战的 我们举国上下 对抗史无前例的 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 尽管如此 我们仍致力于 继续开展各项事工 为了服侍本地教会 圣经公会为教会提供免费指南 指导他们如何在线上 直播每周的崇拜 特制可留言的 经文鼓励卡片 以鼓励抗议前线人员 和政府工作人员 也印制温暖人心的 藤阳彩绘 提醒我们 上帝的爱永不改变 印制多种语言 鼓励人心的福音单张 以成本价为教会提供 医用口罩和搓手业 应对今年年初的 供应短缺 新加坡圣经公会 更新慈善事工 与希望工程联盟 等众多机构合作 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期间 服侍弱势群体 心心相连 面对逆境活动 分发爱心礼包 给五千名受住者 如无家可归者 乐林人士 残疾人 穷人 和客工 这次活动有200名志愿者 和50多个机构参加 通过社区安宿处和希望客栈计划 更新慈善事工 也支持希望工程联盟 为无家可归者 提供整全关怀 更新也专注于帮助 居住在新加坡的各国人民 与希望工程联盟 发起的客工关怀联盟 紧密合作 在整个阻断措施实施期间 乃至结束后 我们共分发60多万份爱心餐 给居住在近300家 由工厂改建的宿舍里的客工 4月18日 应仁力部的要求 110位支援者 加入送餐司机行列 把可重复使用的口罩 送到192家 由工厂改建的宿舍 5月7日 我们分发节日爱心礼包 给居住在260家宿舍里的 12,000名客工 共有300多名志愿者 帮忙包装和运送礼包 非常兴奋 看到很多新加坡人 在帮助 要知道有爱 在社区里面 我们所有的都可以做出一切 我们为我们担心 为民族工作人员 是为我们自己的爱心 5月23日 24日 我们举行特别分发活动 关怀居住在110家宿舍的 7000名客工 这次活动的主兵 是国会议长 陈川仁先生 谢谢 在这些本地宣教项目之外 我们的海外宣教施工 也遍及亚洲 中东 非洲 和南美洲 通过践行上帝的话语 我们希望更多人 能认识耶稣基督 感受上帝的爱 并在圣经中 找到希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看到应该有成长的 充钱 末生